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原浴室家的宝宝们好 我是Cissi 然后这个的话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案例好吗 这个的话我想主打的它的主题叫做 室内亚马逊浴室花园 为什么叫亚马逊从字面上面说的话 就是要充满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感觉 我们再配上一个浴缸 然后在旁边堆满了这种蕨类 还有这个苔藓 然后还有三尾葵 然后整体就感觉非常的热带 也非常的就是亚马逊 然后我们再配就是坐在浴缸 然后我们撒点花瓣 下班一整天我们就躺下来 然后这个烟雾缭绕的仙气 就会让我感觉我好像在丛林里面一样 然后享受这种森林的日光玉也好 阳光玉也好 我觉得在这一刻我的心是静下来的 然后可以很好的放松 再者就是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要介绍的这些植物苔藓 就是这种我们可以就是把它固定在那个我们的墙上 就是墙上你去买个架子 架子里面装满这种苔藓 我们的蕨类就可以很好的生长 不需要什么去养护 还有这种最网红的鹿角角 因为它的叶子长得像鹿角一样 然后非常的网红 这是它的包叶 就是它是就是靠这个长出来之后 它就长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鱼线把它缠绕在我们这个木杆上面 然后它也不破坏它的生长习性 然后养护也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最初的就是中心呢 就是想引申入室 然后让大家感受大自然 然后全部都是用它天然原本的模样 像这个芭蕉叶就替代了这个地毯 然后这个就是天堂鸟叶呢 就替代了它的那个毯子 然后再点上一个烛光 这样的话整个氛围就会很浪漫很美好 好那欢迎各位宝宝来我们第一届杭州花园